昨天是冬至 不过全台各地的气温回升 白天大约都在摄氏26到28度 完全不像冬天 台北还出现了30.5度的高温 创下了67年来 冬至当天最高温的纪录 不过这样的好天气 到了耶诞夜就要变天了 一大早就有民众到传统市场排队 买手工汤圆 因为今天是24节气中的冬至 代表冬天来临 买个硬紧的汤圆回家吃 象征全家团圆凡事圆满 冬至嘛买点汤圆吃 对 那买什么口味 芝麻最好吃 当街都要吃一样 要圆满 表示家庭和家平安 就是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他们就会来拿 尤其是那种大单位的 他们一定要先来预定 虽然是冬至 不过全台各地温度回升 尤其到了下午2点01分 台北站已经测得高温达30.5度 创67年来 冬至当日最高温记录 不过这样的好天气 到了24号椰蛋液就要变天 受到封面来袭影响 到时北部地区低温下探14度左右 从这礼拜五到下礼拜一这段时间的低温部分 在中部以北大约是14 15度左右 南部地区16度 各地白天的高温也在下降 从周五白天起 全台气温就会明显下降 北部还有降雨机会 预期这波冷气团将影响到下周一28号 不过气象局也提醒 这几天虽然天气稳定 但是日夜温差大 因此早出晚归的民众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 记者赖水明讲龙翔台湾报道 台中市卫生局 集查了室内的八家制面厂 结果包括了大渡 东区以及西区 有五家的制面业者 都违规在生产的油面和乌龙面当中 添加了不是食品级的过氧化氢 还有棚沙 而这些面多半都流入到传统市场 打开一箱箱的油面 都违法添加了过氧化氢或棚沙 倒入检测试剂 马上献出原型 贴上封条不让店家再卖 有些则是倒入染色剂直接销毁 台中市卫生局人员及保七总队远景 指导面场的工作区 业者坦诚违法添加 台中市卫生局汇同检景 从十一月底为期一个月 稽查台中地区的八家制面厂 发现有两家使用工业用 两家使用食用级的过氧化氢来防腐 因为有害人体 依规定不得添加 当场遭查封开拔 另外两家业者则是使用棚沙来增加面条口感 同样对人体有害 卫生局和检景续茶下游的传统市场 发现问题面条就这样被消费者吃下肚 违规的问题面条包括拉面 乌龙面及油面总计247公斤 另外查获唯一规范使用的添加物394.6公斤 卫生局当场封存 由检景扣回侦办 台中市卫生局强调 如果吃面觉得有药水味就要有警觉性 而任意抽查八家就有半数以上不合格 是否意味着业界常态 如何把关就格外重要 既有黄千荣台中报道 桃园市有不效益者偷排废水 污染水源的情形实有所闻 桃园市环保局现在就架设了 国内首创的天罗地网预警监控系统 24小时及时监测 只要工厂偷排废水 立刻通报机查 镜头360度监控 随时掌握水体颜色和泡沫变化 水面下还有水质监测器 针对PH值导电度温度做即时侦测 监测的项目跟影像都会24小时回传到 我们环保局的监控中心 那作为24小时的监控使用 以杜绝非法的一个排放 这套由桃园市环保局自行研发 国内首创的天罗地网预警监控系统 总共在南侃西老街西两大流域 设置8个水质监测站 24小时监控一有问题立刻通报机查 可以透过即时影像的监控跟资料传输 让我们第一线的机查员 可以迅速的掌握污染源 桃园市境内多达29处工业区 上万家工厂 不效业者偷排废水污染河川石油所闻 根据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 光是南侃西老街西两大流域 污染列管加速一千七百六十加 占列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九 另外机查九百八十九次 也占总机查次数的百分之四十七 两大流域的污染量 占全部污染总量百分之四十七 只要发现水体有任何一个 异常性抗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天网地网系统 去找出最有可能的污染来源 污染案件常常稍重急事 追查不易 为了快速准确的抓到污染源 环保局除了耗资一千万元 设置及时监控系统 也将机查业务全面医化管理 记者詹淑云桃园报道 肝病是国病 根据统计全台逼肝患者大约有百万人 不过却只有十七万人接受治疗 不少民众因为没有症状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肝炎 等到发现的时候都已经为时已晚 肝病不治疗恐怕有肝癌风险 一名四十多岁男性当兵时就知道有B型肝炎代源 而且有肝癌家族史 但是却没有定期追踪治疗 直到家人发觉他最近日渐销售带来看诊 才发现肝癌已经恶化到无法开刀的程度 只能做支持疗法 医师表示肝炎患者如果积极治疗 其实是可以获得控制或完全治愈 最近一项大型研究 针对两千年健保资料库 三十到六十九岁 总共二十一万九千多名肝炎患者进行追踪 结果发现十一年后 这些患者恶化成肝炎化的风险 可降低百分之二十二 肝癌的发生率可降低百分之二十四 肝癌死亡率也可降低百分之十四 因为治疗了以后就病毒就被杀掉 那没有病毒就没有发炎 没有发炎就没有纤维化 所以他肝炎化就减少 医师说全台B肝患者大约有百万人 但是却只有十七万人接受治疗 更因为肝脏没有神经 初期没有症状 大约有一半的民众 不知道自己患有B肝 因此呼吁三十岁以上 未曾施打B肝疫苗 有肝癌家族史的民众 最好每年定期筛减 才能降低肝癌的风险 记者拉雪明 蒋龙翔 台北报道